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Kate说书人 我是周云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台大物理系的 朱世伟老师 那想要来跟我们谈的 今天的主题比较软心一点 跟教育比较有关系 那有两本书 那一本叫做 一个数学家的探习 跟另外一本叫做 为什么孩子要上学 那观众朋友看到 我跟老师穿的衣服的颜色 实在是蛮接近的 我没有瞧好 其实是没有讲好 因为说实话 以前我刚刚在录影前 跟老师讲一下 说这可能老师是我们第一个 上说书人节目 然后我以前真的修过课的老师 可能就是老师你这样子 然后我的结论是 为什么会刚好穿这一样颜色的衣服 就是因为这个潜意识里面 对老师你以前上课穿的那个衣服 可能这个影响实在是太深 或者想到老师你 我感觉想说可能就这个颜色 然后刚好我衣架 我就这样拿了这个颜色 就是18周都穿同样的颜色出来 我真的有个印象 想到不能穿这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啊 这个有时候人的记忆会有一点变化 这个 然后那那没关系 那反正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就有两本书嘛 那两本书的话 第一本我想就从这一个旁边这一本 数学家的这个这一本来讲起 那是一个数学家的探习 那他英文就是 A Mathematician's Lament 那他的副标题 叫做如何让孩子好奇 想学习走进数学的美丽世界 不过这一个书 他的这个英文的这个副标题 其实又跟他中文又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他的英文的这个副标题 可能比较接近他书里面的这个调性啊 因为他的英文副标题是说 学校如何cheats 就是说骗我们 这个说这个 How school cheats us out of our most fascinating and imaginative art form 这跟中文的这个好像有点这个正反 又不太一样这样子 那这本书 我前面翻了一下 那个洪安生老师好像有一个推荐序 那他的这个推荐序里面呢 这个 他用到一个字叫做radical 就是说 这个书的作者 他在书里面讲的一个关于数学教育的这个宣言 是用一个好像比较激进的这个方向 这样子的就是这种感觉来讲的 那到底为什么会是radical呢 我们就从这边 这个老师你先帮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OK 好 所以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介绍这两本书 也谢谢周同学这个 那个多年不见 对对对 这个缘分担任主持人 多年不见到底多少年 这就不用讲了 好好好 这个不能讲 以免泄留他跟我的年龄 对 所以这次介绍这两本书都跟谈教育比较有关 我们先从这个数学的这个部分开始 因为这应该是所有人都学过的一个科目 那可能要先请各位回想一下当年自己学习数学的经验 是开心愉快的经验呢 还是被压迫的经验 或者甚至于有些人是要怎么讲 看到数学就不想再听这样子 我是物理系的老师 我自己一直有一个困扰 是当我去跟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 大家会说 你在哪里高就啊 我在台大任教授 你在台大当老师 是什么系呢 物理系 然后那个脸把这些变哦 物理哦 就是那个我从来没有弄懂过的科目 就像物理数学这种非常fundamental的科目 somehow在很多人学习的过程里面 变成是一个有一点不那么愉快的回忆 这个是可能我们这一辈乃至于甚至下一代 都有这样子的共同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这本书里面想要探讨的一个核心 就是到底为什么学数学会变成是一个 这么不让人开心的经验 可能对于少数 以台湾的例子 对于少数功课很好的同学来说 数学是个愉快的经验 因为怎么考都考虑人家 那个愉快是来自于考虑人家哦 可能maybe不见得一定是学习数学 这件事情本身带来的愉快 那这个作者在强调其实就是这件事情 这本书从把数学跟音乐 跟学这个艺术 好像画画 这个拿来类比 我想如果认真问一下各位观众 回想一下你 小学国中高中乃至于大学学的数学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是跟音乐同等级的艺术 跟绘画同等级的艺术 我觉得能够这样想的应该是非常非常少 这其实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会被评论有点radical 因为感觉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 你绝对不会把数学跟绘画放在一起 说这个是同样的艺术啊 具有同样的艺术性 能够启发人性 能够让你了解自己是谁 对不对 做绘画做音乐 大家会觉得这个很有灵性 能够提升人类的想法 对自己多一点认识 数学好像不扮演这个角色 数学比较扮演一个工具性的角色 尤其是像我们物理这种科学的那种工具 计算的这个基础 是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因为主持人刚刚提到radical这件事情 我想稍微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 因为它跟现行的教育体制确实 有点格格不入 就是想法差了有点远 差非常多 所以会觉得有点这个radical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跟各位推荐这本书 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想法格格不入 那我们认真回想一下 就是说 我用一个问题问大家 就是说的内容我觉得不要披露太多 好像应该是邀请过来看这本书才对 那我应该拿个另外一个问题问大家 就是说认真回想一下 在数学教育里面 我们要求所有的孩子 比如说在小学三年级一起学会惩罚 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一个人的发展的概念 就是说 这个小孩五年级学会惩罚 跟他一年级就先学会惩罚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当他二十岁的时候 这到底状态有什么差异 我们为什么一定硬要所有 就是你在三年级 大概就是九岁的某一天 忽然开始学惩罚了 然后再过一个月 通通都要会惩罚 学会惩罚都要背起来 到底为什么这样是符合一个人的生长 的状况这样 所以我其实希望透过这本书 来邀请我们的听众们 回想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当年的教育系统 包括像现在可能都还是这样子设计的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在一定的时间学会一定的事情 这个东西有它的价值在 我也没有要否定这个价值 可是从一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 从一个孩子长大的角度来说 你要他一定要在某个时间 学会某个事情 这件事情到底是对的吗 是适合这个孩子的吗 这是为什么我会希望把两本书放在一起 因为这个问题就会连接到另外一个 就是为什么孩子要上学 这个我们可能稍后再谈一下 先把数学的这个部分 讲清楚一下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本书当成一个影子 邀请各位来回想我们自己受过的教育 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施加在孩子身上的教育 到底希望培养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到底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能够追求自己想要的方向 目标理想还是希望他按照我所想要的 你就是学会这个ABCDE 到20岁的时候成为一个我所想要的模子那个框架的样子 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要培养手段的人 这个面向可以从一个科目的教学看得出来 是老师那你知道他这本书里面其实他有学那个茄莉略 或者老师你刚刚这个录影前你跟我讲 现在好像改名叫嘎莉略了 他有两个人物的对话 两个人物 对嘎莉略的姓名如果有疑意的话 请下科博馆馆长孙文鑫先生 是 那他有两个人物的那个对话 那刚好可能就是两个人的那个立场 那他里面有这样 那我想我们maybe也可以扮演这样的那个教授 就像老师你刚刚讲说 到一个阶段 譬如说三年级 我们的要求是说你可能就要会惩罚 可能五年级你可能要会分数的价格法等等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我相信会这样子规划跟期待的这个既有的想法 当然是认为说这个东西很重要 他是一个学生 大家进到这个社会里面或许他必须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希望在他小学毕业前他学会基本的四则运算啊什么什么 那这样他才可以在这个社会中他具有这个好的生活的能力 是是是是有基于这样的原因 那如果你今天把这个拿掉 那没有去做这样子的一个monitor或怎么样 那可能到了这个六年级毕业的时候 结果他基本的这个九九成八表可能他的不熟悉 那会不会去对他生活造成的这个有一些这个阻碍或什么 我想反对的一定是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先强调一下就是这本书的立场里面并没有说数学知识不重要 同样的我也没有觉得知识不重要 就是说孩子来上学不管学习数学物理或任何其他科目 这些知识本身的重要性就像你刚刚说的 将来在这个社会上要立足你还是需要一些基本知识 我让我先偷偷讲一下另外一本书 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 之所要知道这些知识更重要的事情是认识自己 不只是在社会上立足而已 但是这个另话再聊 先把这个学到知识的重要性先聊一下 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有反对你必须要学会这种基本的惩罚 试则运算然后这个分数加减 这个都是基本要的工具 不然以后连卖珍珠奶茶可能都会搞错 合约不知道怎么签之类的 这是基本的工具确实需要 我所against的是 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年级的那一天学会 你可以这样子想 我告诉你小学六年总要学什么东西 我给你一个空间 给你一个时间 老师的工作是什么呢 老师的工作是一直引诱学生在学这些东西 不是拿考试说 你现在就是要给我学会这个 下个礼拜要考试 考试考不过对不起 这三个出去罚站 现在可能不会这样了 就是不是硬压着他学会这个东西 老师作为一个引导者的角色 我需要让孩子体验到的事情是 为什么我需要学这些东西 我需要让他感觉到的是 就像这本书里讲的 数学的趣味 我学这件事真的觉得 哇这个真的太有趣了 这书里面有趣好几个例子 怎么样把那个数学去highlight出来 老师的工作其实不在于测验学生 这是现在一个很很本质性的 我可以讲偏差吗 就是说 你觉得是老师的功能的这个定位 对对对对 可能是想法是有点 我也是去南京大学演讲 因为像他刚刚提到说 我之前教过他的课 我在课程里面用了很多互动式的教学方式 那所以我也是去南京大学跟他们分享这个 怎么样在课堂上这些互动式的工具 那讲完之后我印象很深刻 有个老师问我 他就问我说 啊这样子我们在课堂上跟学生这么多互动 那我到底最后怎么评鉴这个学生的程度 我那时候就很认真的 这个那时候 很感动很感伤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你看老师在想什么 老师在想的是我就要给你几分 而不是我到底让你感受到什么 这个知识面 为什么让我感动 就是让我这样子说 就是譬如说我教物理学 我觉得我们教书真正重要的事情是 我觉得这个学问很让我感动 我要把这个感动传递给学生 我在传递的实际上是这件事情 知识性的面向 尤其在这个时代 知识性的面向学生上网 找人讨论 他如果真的想学 他去找哪一个老师 哪一个老师会拒绝他 但是如果我在传递的不是感动 而是content 而是知识内容的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 就是说对于 对于教学生的这个面向来说 我想再强调一次 我并不是在说知识不重要 而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教法 我们在前进的方向 主要是一个大批培养的立场 我要他们在某个时间点学会什么东西 这样子只有统一考试的时候 才能用这个统一考试 鉴别出高下 主要是为了这些筛选 鉴别而创造的系统 并不在于引导这个学生发展 我读他里面的这个书 我想 刚刚那个point跟老师 你应该是一样 就是说 他也不反对 我有看他的那个论点 他说他也不反对说 那个知识的 那个事实的本身 你记得他了 那当然也OK 可是他想要强调 不是说去 一连串的一起去寄送 那些三脚鞋 什么相加180度 一堆这种知识不断的在寄送 然后操作 那样才的考试 那怎么考试 他作为一个 他是一个数学家 然后他跑去这个中小学教书 他对数学很热爱 他希望这个学校课程的设计 不要抹杀 这个学生这个接近欣赏 数学这一门 这一个很美丽的这个艺术 是 的这个科目 所以他说 你譬如说三脚鞋180 或等短这些事情 很多他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他本身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那学生自己好像去思考啊 或者是怎么样 那那个过程 就是一个他作为一个老师 他想要让学生感受到的 关于这个学科的这个感动 我想老师你应该这个在客人设计上 应该是不是方向上也是这样的意思 是是是 我很认同他的这些讲法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 给各位观众们 就是思考一下 透过一个完全不同的切入点 思考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什么样的教育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代 变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是根本性的重要 是因为这个 我们这个还是可以讲苦一下 讲苦一下 我们这个 因为老师我以前学你的课是电子学 是是是是 那电子学应该基本上是一个这个 怎么讲在我们的物理系这个 这个理学院里面 就它又是一个很工科的 Engineering的这样看起来就是 非常实用导向的 就是用来用的 这样一个科 那我记得老师你的这个课堂的这个设计就特别跟别人不太一样 就说不是那么强调说他 我们这一门学科一些基本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操作 要背的东西 要背的这个这个东西怎么样 所以那个时候比较好像在课堂上 我们那个时候还用了一些那个按按钮的那个 可以可以大家一起回答问题 看大家这个问题这个全班现在几个人答 多少 对不对 那 我 我是读了这两本书 因为刚好我们要来录影 然后我当然是录影前我读过 我那个时候读完之后我大概就想回来说我们以前修老师你的课 你老师那个设计的那个理念 我现在大概就比较可以知道 不过作为一个这个这个学生当年啦 我确实在那个时候课堂里面我会觉得说哎呀 我修这个课感觉就是 我就是要学会这个 哪哪哪哪几个运算或哪几个这个 譬如说他那个什么高频的那个绿波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哪些什么 你还讲是高频绿波就 硬下留下就很好了 对我说可能是不是有几个是不是 比如他这边是要用电容还是用电感什么是不是就要很熟悉 是是是 可是因为说实话就不是我们那个时候课堂 很那么一直反复要强调的 甚至有一些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感觉像是不是学起来比较没那么踏实 嗯 那我相信老师你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过这个问题 当然 当然 好 诶 不过这一段就变成好像是我们两个在 回忆从前的感觉 那观众应该是很喜欢听八卦的 是 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就是说我的课程里面着重的地方不只是这个知识性的传授 我很着重一件事情是你要能够讲得出来 就是我们说明了一个概念之后我会抛出个问题给学生 然后这个问题呢最重要的设计就是我希望能够达到让全班的人一半的人答对一半的人答错 为什么就是答对答错 就是说有一半的人答案跟你不一样 这个事情就很震惊了 一件分析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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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我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设计这种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发现这个同样是台大物理系的学生 旁边有一半的人想跟你分享的时候你的原本的价值观就会受到责疑 你原本想的时候你觉得我想到底是对还是错的 那你就会想要跟人家讨论 这个时候关键的学习才会出来 因为你会开始需要陈述你的想法 为什么我想这个是对的呢 我从什么方向切进去 我怎么找一些佐证告诉你我这样想应该是对的 那就是课程最核心的设计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才会让你真正了解那个知识是什么 不是我告诉你 就好像说我告诉你这个电阻电容降接它之后就变成高频率波器 这就要太好讲了 讲话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出一个如果出一个问题设计的好 让一半的人选说这样子接是高频 一半的人选这样子低频 那这个讨论就会开始了 大家就需要厘清自己的想法 我是在什么地方搞错了吗 我是为什么这样认为 在这些互动在这些讨论过程里面 学生才会真正的理解这个知识 所以扣回去前面讲的事情是说 并不是知识不重要 就是说作为一个电子学的课程 我也没有觉得说我通通都不要教电子学 那可能就是电子学的课 而是这个知识的传授 不是我单方向只告诉你说 他就是这样这样这样 你就背下来考试可以考就好了 这并没有真的学到东西 所以老师你那个时候当年 所以老师你现在 我问一下 所以现在的电子学的课还是一样用 我们已经进化了 我们已经进化成几个不同的版本 教书是这样嘛 教书如果你每年都一直做一样的事情 老师会无恙 两年就疲乏了 对就算学生一直都是心 然后你自己会觉得不知道在干嘛 对 所以我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做法之外 对对对对 那现在我们的做法是让学生回去看影片 就是我自己把电子学的知识性的内容录成影片 那学生回去看 看完之后来课堂上就专心的讨论 因为尤其现在疫情 这个疫情这一段时间 很多课程数位化 更让我们要认真问一个问题 人活得好好的 没事干嘛来坐在学校上课 就是纯粹为了传授知识性的内容 在这个时代真的不需要来坐在课堂里面 你在家里一样可以看到MIT的电子学 一样可以看到Stanford的电子学 你干嘛来坐在这边 你坐在这边真正最重要核心的目的 就是你可以找到一群人跟你讨论 很快速的交换意见 而且透过他的肢体动作 透过跟你讨论这个人的肢体动作 你会更了解我怎么跟其他人互动 这个事情才是将来 我觉得对学生真正重要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所以我们帮我们归结一下 所以老师你觉得 其实实体课堂 尤其是实体课堂 一群学生挤在同的地方 你觉得最大的这个好处 是在于说这个讨论的机会 是你也可以说互相切磋 只是当你跟传统的教育系统讲说 切磋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我是坐在那边考试 那比成绩 这个也叫做互相切磋 但这个完全是personal 对而且说真的考试这件事情 是影响团队合作最大的阻碍 因为考试就是自己一个人 成绩就是你的 你不想跟人家合作 你也没有需要跟人家合作 对对对 反而在这件事情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很不利 你不是这样觉得吗 就是我们的系统设计并不鼓励学生跟人家合作的 以考试为评判的基准 毕竟考试是要考赢人家嘛 对对对 那设计本身就是这样嘛 你要把人家踩下去你才能长大 是是是 所以我希望在课程设计里面引入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学生来 他需要大量跟人家互动一起解决问题 你透过跟人家讨论 你会厘清自己都在想什么 你也会了解别人在想什么 这些过程会促进学生跟人沟通的能力 长远来看才能够慢慢帮助我们这个社会 一直往共同合作的 共好的方向前进 老师我问一个比较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困难 或者是比较 可能政治不知道有什么不正确的问题 我说老师你觉得这一套 这种可以学生在互动讨论之间 然后大家就提升了更high level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在台大老师当然你有做了 你觉得在 因为毕竟我们各个学校的学生 还是经过考试制度筛选过 有这样子排序下来 你觉得在各个学校不同的学校或者不同程度的学生对于那个学科知识的程度也都不一样的 你觉得所有的都可以是用这样的模式吗 基本上是 你不会怕说有一群学生然后他可能基础的知识都太混乱了 这群学生就互相也都没有办法做什么太有效的讨论 你不会害怕这种情况发生吗 这是老师的工作啊 OK 你有听到我刚刚说如果你有这个刚刚听到的话 我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我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设计那个问题 让这个班造成误解 不能说误解 就是让他们分歧 他们迷惑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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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工作 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说的 老师其实是要引诱学生来学习 老师的工作是引导而不是灌输 所以你问我说是不是各级学校都是 我觉得是啊 当然对不同的程度的学生 不同班级不同年龄的学生 你有不同的引导方法 这是必要的 但是这个引导跟这个叫什么 引导他们互相讨论啊 互相表达意见 这件事情我觉得就算你从小学 小学就应该要做这件事情啊 他会越来越认识自己 这对于我们的高等教育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因为我们收进来的学生 就会更了解自己 为什么我要进入物理系 不是因为我的成绩考得很好 然后这个填志愿 刚好填到物理系 我就在进入物理系了 就是让学生认识自己 让人认识自己 其实应该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这个就是扣到另外一本书了 为什么孩子要上学这样 好 那我们老师你既然都讲了 那我们就先讲一下 就是说 那我们就接到这本书 讲一下说 这本书这个 它的标题 其实就是它 里面 它有好几篇散文嘛 它这个集结在这一本书里面 那它第一篇的这个文章 这个小说家 这个大江建山狼 第一篇的这个文章的标题就是 为什么孩子要上学 这样子 那好吧 那老师我们就直接也不用卖关子 是是是 为什么 书里面提到的关键就是 是在我刚刚说的认识自己 还有透过上学 让你跟这个社会建立连结 这书里面讲的最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个 它是 建立连结那边 它是用它的那个小孩 用它的小孩当面识 对 因为它的那个小孩的那个发展比较迟缓一点 然后上那个特殊的那个学校 然后 然后 它一开始的时候看到那个小孩 小孩对那个声音比较敏感 旁边那些小小孩这样大吵大闹 然后看到小孩捂着耳朵 他就想说 为什么不把它带到山里面 然后夫妻两个跟小孩一起这样子在听鸟叫煮煮饭 这样不就很开心 然后干嘛这样子 后来他在那边发现说 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然后那个朋友的这个 运动能力好像还不比他的小孩好 所以他小孩还可以帮人家 那在学校还可以帮人家这件事情的这个体验 这是在家里面也不可能有的 是是是是是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提到上学的时候 很多人会提到说同侪的力量 这点我也是认同的 就是说上学的 呃 一部分的原因是 能够跟同侪相处 同侪的相处 这个还是父母无法取代的面向 所以这个是刚刚提到那个部分 跟同侪相处的部分 但是稍微扣着前面这个数学家的叹息这本书 两个合在一起谈 呃我比较想谈的事情是 我想各位应该都可以认同 上学除了跟同侪相处之外 应该说如果为了要跟同侪 说你不用来上学啊 你也可以去参加各种团体啊 各种活动 这个也可以 但上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求取知识 这个这个毕竟还是上学重要的核心之一 跟同侪一起求取知识 而这个为什么要求取知识这件事情 就变成是这两本书合起来 希望能够带给各位的这个想法 就是能够刺激各位的想法 这个前面谈的是数学这个科目 其实可以盖到很多别的科目 后面谈的是为什么要上学 我希望把它拉到那个知识性的求取这个印象 就是思考一下人为什么要上学求取知识 对对对 你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困难的一个问题 我讲老实话 就是说我看到这本书的标题的时候 我自己我当然也想了一下 然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答案 我第一个想到的说老实话 我心里面第一个底我想到的是 很多时候当然会讲说 一个社会希望这个进到这个社会的人 可以跟这个社会有这个按照这个社会的这个怎么讲 规矩来互动 所以学校的这个教育 对于某种程度我的看法会是说 他某种程度还蛮像要把人要稍微要做一点 那种轮轮角角要磨一下 让你进来这个社会的时候不会跟人家太突兀 这样子 所以社会话某种程度意义我就会在这边 我看到的面相可能比较在这边 但我说老实你可能要讲比较个个人层面的 不过 没关系 我也可以接着这个社会话试一下 就是说 这个也可以邀请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工作 那遇到一个主管指派一个任务 那各位的第一个反应是先坐到办公桌前面 埋头苦思这个任务 还是你第一个反应会是去找其他相关同仁疗养 这个其实就是教育系统造成的重要差异 就是说认真的问一下 如果你是个主管 你指派任务给下面的人 你希望他们一起合作 完成还是希望单兵战斗 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就好 彼此不要聊太多 我讲了就算 你们通通不要想 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会想说看看可不可以团结力量大 如果说一个团队是运作良好的团队 是最好 当然是大家可以一起来把事情这样子最好 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跟你说 这个教育跟社会化之间的连结 真正在社会上我们希望鼓励 大家同队合作 你遇到问题的话 能够把力量结合起来一起克服 教育系统并不这样鼓励 刚刚说考试制度 考试制度是不鼓励大家合作的 合作叫作弊嘛 你还要share我答案给我 我还share你答案给我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对不对 实际上在职场上的时候 我希望不同部门能够share答案给我 他知道他的东西 我知道我的东西 这个ABC 各自知道各自 大家能够合起来 力量才会大嘛 对不对 才能帮公司解决真正的问题嘛 我希望就是呼应一下这个事情 就算我们以社会化的角度来说 都不应该这样讲 因为老师你觉得说 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系 尤其是着重考试评分 这样子的系统 养成了好像大家自己单兵坐在 然后要把别人排下去的这种感觉 这样子的模式 不利于合作的产生 是吗 对啊 因为你刚才前面讲到要适应社会嘛 对不对 其实你在社会上 需要的是这种合作团队能力啊 对吧 但是教育系统里面并不这样 那这个也会扣回刚刚这个学数学 为什么我希望他三年级一定要学会成法 因为我三年级要考你这个东西啊 我不是小六才考 我三年级就要考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那个时候都学会啊 整个事情是一环一环扣起来 是 那 那另外一个角度讲啊 那时候 从我们个人的 个人人生这样子的角度来讲 上学的意义 是 应该在哪里 所以 刚刚我就说过 这本书 因为您刚提到第一章嘛 它第一个段落提到这个 为什么孩子要上学 这件事情 它的核心的理念就是透过上学来认识自己 好 来认识自己 那 认识自己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引用一个吴尔夫的话 他说 人能成为自己 人能让自己成为自己 是最重要的事情 人能让自己成为自己 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最重要的事情 OK 对 所以我们的教育系统 就是认真想一下这件事情说 我们在邀请孩子来上学的时候 我们心中想的 到底是 希望孩子变成我要他变成的样子 还是希望孩子变成他要成为的样子 我觉得这就是最核心的差异 孩子为什么要来上学 作者的理想应该是 让孩子成为他自己 学校有一个引导的角色 有一个开拓他的眼光的角色 让他接触到各个不同面向的人 不同面向的事情 比如说通过学历史 了解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都是拓展他的眼界 但是不是要让他变成一个 我就是 秦始皇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我可以哪一个年份列出来 然后 考试得到100分 这个 我真的很好奇 我想要追问几个点 就是说 我先从这个问题 说第一个认识自己 这件事 老师你刚刚说是为什么要上学的一个 算是答案也好 那 反过来问 就是说 认识自己这件事 如果不靠上学 会是那么样的难以达成吗 我的意思说上学对这件事情 对认识自己来说 是有那么样的一个难以取代的一个特性吗 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事情我应该再把它串联一下 就是说认识自己这件事情 跟求取知识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就是说 我想 刚刚也提过 在这个时代你要 学到东西 不需要你的学校 对 就很多地方你可以获得 对 那你如果回头看一下 学校成 发展的历史 有这样子的大规模的 大家必须接受教育这件事情 其实是 这100多年才出现的事情 对 是一个比较新的 没错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这样觉得 你要认识自己 不需要在学校里面发生 好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 学校到底提供什么 学校提供一个系统性的 知识的传输 所以 比如说如果 如果是没有学校这个东西 在家里面 那我跟我的小孩谈的 可能就比较偏物理面向 比较偏数学面向 我可能比较不会那么 多谈这种历史的面向 地理的面向 启发小孩的这个面向 这个是每个家庭 必然出现的状况 就是你的家庭成长环境遇到谁 那你就会比较偏向那边 是 是必然的现象 没错 所以学校有这个 advantage 有它的好处是在于说 它有一个机会 把这些人类的遗产 就是你去学校学什么 就是人类的遗产 就是人类的知识的遗产 透过比较系统化的过程 让你有机会 每个面向都碰到 所以这次就认识自己 就是说 当我碰到数学 假设数学不是叫我背公式的话 当我碰到历史 假设不是叫我背时间的话 我可以透过玩数学 跟了解历史事件里面的人物的思考 来进一步的了解自己说 我在玩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在玩数学的时候 我的体会跟感受 对对对 就是说这个认识自己的这件事 跟这个接触到知识的这样子的体会 这之间是很 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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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各位知道海文凯乐 就是海文凯乐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是全盲 然后全隆 他是一个无法看得见的 无法听得见的 但他写了很多本书 然后我以前印象很深刻 有听到他一个小时候的故事 可能在他10岁 还是11岁的时候 就是 因为照理来说 照顾这种全隆全亚的人 是非常费心力 然后 而且他的反应也很 就是说无法像正常那样反应 那我听到那个故事是说 就是有一天 负责照顾他的那位小姐 他就带着他到井边打水 他是每天要做的事情 那海文凯乐就像平常那样 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就默默跟着过去 然后 这个带他的人很用心 沿路走的时候 一直跟他介绍作为的环境 就是 但是好像自己在讲话 他听得到 但无法讲 然后无法看 所以他只会把他跟他讲 就是 那个气 其实当他带他去打水的时候 他一边跟他描述的时候 不小心有几滴水滴到 海文凯乐的手上 然后 这个 这时候那个照顾他的人 刚好跟他讲的Water 这个字 刚好跟他讲水这个字 这个根据那段描述说 海文凯乐忽然间就非常震惊 然后就停了一下子 然后再指指手上这个东西 因为帝他手上 再指指这个东西 然后要他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水 然后他忽然就建立连结了 他忽然发现这个玩意叫做水 是可以描述的 是有意义的 因为你知道 对于一个他看不见这个世界的人来说 你之前刚才讲的那些文字 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 当海伦可能发生这是水的时候 这个故事里面描述 当他回程的时候 就一直去摸周围的东西 摸到这个 就要人家讲给他听 摸到墙壁 就要人家讲什么 就叫墙壁 摸到花就看来讲这是花 忽然之间他就开窍了 也就是说 这个 他能够思考这个世界了 因为他开始掌握语言这个工具 本来没有人 掌握语言这个工具 让他能够思考 让他能够认识自己 还能够写书 你说掌握语言这个 虽然听起来非常 fundamental 这其实是学校要讲的事情 附带一体 会讲话不叫做掌握语言 就是知识分子真正的核心 要义之意 就是要能够适当的掌握语言 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很有趣 我常常问台大的学生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 各位要不要猜猜看 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比例有多高 先不要告诉你们 你可以访问一下周围遇到的学生 大学生 看有多少你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另外一个 我们值得好好考量一点 我们的教育到底在教什么 你有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 然后你这一题 勾起了我的回忆 好像是我们第一堂课 要大家举手 你有记得被问过这个问题 对的问题有 然后我还记得好像到我们大四毕业典礼 我那一届好像是老师 你来剥税的样子 然后老师你好像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我忘了是问知识分子还是社会精英吧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反正那个时候也是叫现场大家举手 那特别尴尬的是说 因为问这一题的时候 台下除了有学生之外 也有很多家长 当然 当然要那个时候问 所以那个时候问的时候 那个感觉更是 我不知道观众可不感觉到 那个感觉的奇妙感 是啊 你认真这样讲 如果台大物理系毕业的学生 也不觉得自己是社会上知识分子 那谁是知识分子 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教育整个 有点什么地方怪怪的这样 我说实话 我真的忘了 到底举手的比例是多少 没关系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 对不起 我刚刚讲的海伦凯乐故事 有一点点长 就是说 我想要highlight的事情是说 其实 就是让海伦凯乐开窍的东西是什么 是那个他跟语言的连结 慢慢建立他整个世界观 建立他的价值观 开始有语言的能力 他开始可以思考 学校 其实就是系统性提供这种东西的机会 我懂 所以老师我好奇一下 如果老师依你的感觉 那 一样是学习 老师你也知道说 现在有一些 不太一样的教育理念 有一些是那种 就是说 在家 就是说在家里组成一些自学 团体的 我相信有这样 那当然以后就是我们传统 就进来这样学校的 对老师你来讲 你觉得这种有差别吗 或是你有比较 觉得哪一个比较好一点 或怎么样 这个事情现在还在发展中 是是是 只是对老师你有立场吗 对这件事 对我觉得 只要能够让孩子 有机会接触到足够的知识领域 不要太偏颇 是 自学怕的就是这种东西 对 接触到足够的知识领域 有机会让他认识自己是谁 然后 对对对 能够 想像自己往哪边发展 我觉得这就是好的教育 对对对 所以 这倒不是说自学 还是来学校教育的问题 而是 我们的学校教育 应该也要能够提供这个事情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这个 关于这些 这个 这个上学的这个动机 还有说来上学的这个好处 那老师你觉得我们现在的 其实好像这我也是多问 因为听起来大概 我大概已经知道答案 因为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学校 有办法提供老师 你觉得是对学生 这样子有意义的 这是very good point 这件事情要实现 就是说学校要能够改变 其实需要我们改变才行 不能把压力放在学校身上 其实这是需要一个文化的改变 社会的文化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是 尤其是如果您在听这一段 您有孩子的话 您希望的孩子 长成他的样子 还是长成我们希望他要的样子 这些是最重要的迷思 就是是我决定孩子变成什么样子 还是孩子决定他变成什么样子 最关键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的教育系统是top down 是我们决定下一代要变成什么样子 对 这就是那个最关键的地方 那你说这个事情 压力要不要在学校身上 我觉得不公平啊 你把这压力放在这个几万个老师身上 这些是不对的 这些老师单方面改变 社会文化没有改变 动不了的 动不了的 不过老师我 我真的很想跟你讲一下说我的感觉 是 我的感觉会觉得说 家长就只有大人啦 大人大家都会讲说 希望说小孩 视性发展 按照他自己的那个 这样快乐成长 视性发展 不过我觉得这个无意识 或是潜意识里面 尤其是做父母的 我想多的时候还是蛮期望小孩按照他 自己的想象去长 那个他自己是谁 就是家长自己本身 他自己对于小孩的成长 我的观察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是有一个 期望的一个蓝图一个样本 然后所以家长从小 你说即使是给他接触很多的这个资源 其实我的观察很多的时候也是 就是那个目的也是好像想要往某个特定的方向去push 我不知道老师你的观察是不是这样子 家长的期待 我觉得是这样 我就说 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怎么运作 对他周围的环境总是有些期待 你也不能让他把这些期待拔掉 这里面重点是你尊重孩子是另外一个个体吗 就是你的孩子是不是你的孩子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他是另外一个个体 他是另外一个人 就像我们在教大学生的时候 说真的你不来上课我可以拿你怎么样吗 我的这个实际的经验是不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因为这些是成人的 对不对 18岁是成人的 我们怎么可以拿这些大学生 不来上课掉起来打吗 怎么可能呢 但这个问题很很关键的是 六岁的孩子算不算一个个体 嗯 对不对 我之前刚好跟学生聊到这个有个问题是 你知道有一个国际不打小孩日吗 我不知道 完全没听过这件事 完全没听过 就是4月29号 是国际不打小孩日 然后大学生真的不太知道这件事情 我那时候 我知道也蛮惊讶的 对对对对对 我那时候我刚好跟学生聊到这个 就是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嘛 就蛮惊讶 有一个学生知道 他有教育学生 他有听过这个东西 然后 那时候就跟他聊这个 说为什么 我在跟学生们聊说 为什么不打小孩是个重要的事情 譬如说我们在这边聊天 你可能会讲出一些 我觉得不OK的意见 我可能讲一些你觉得不爽的意见 我们两个会因此打起来吗 是不会啊 不会嘛对不对 你把场景换一下 假设我是你的三岁小孩 我讲一些话你不爽 你会比我 这在有些家里真的会发生 对对对 这就是那个关键啊 我们不把小孩当人看 这不是只有台湾 对不起 所以世界上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普遍是这样的 就是 你跟一个20岁的人讲话 你不会因为他讲的话 我不接受就给他给下去 不会这样 但是你跟三岁四岁五岁六岁的讲话 什么 你说这什么鬼话 啪吱就给他下去了 这这这这这 这就是 为什么国际不打小孩欲 因为在很多文化里面 对不起我们本质上 不把小孩当人看 非常重要的问题 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啊 因为会觉得说小孩还小 还不是一个 他就还不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那个 他衣食要靠你 对 但你为什么不相信他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嗯 对 你如果认真问你的 你从几岁开始觉得自己会想事情 几岁开始会觉得 我觉得爸妈做这个 爸妈做那个 你会开始判断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还蛮小的 Exactly 对不对 我觉得 是不是能够独立生活是一件事 嗯 能够独立思考 这个是much more important 嗯 人之所以为人是靠这个啊 嗯 不是靠我能不能取得吃的东西嘛 嗯 嗯 对不对 所以 呃 我好像要把话题讲到太远了 就是 就是说 呃 刚刚讲到这个说 欸 父母对孩子的期望 我觉得 你要对孩子期望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嗯 就像我也可以对我的学生有期望 对 我设计我的课程 当然是对我的学生有期望嘛 嗯 但是 设计课程这种期望 就像是播种一样 会不会开花结果要看缘分的 哈哈 是 我觉得你能够记得 当年还被问过这种知识分子问题 我已经很感动了 这是多久前的事情 不是 这太印象深刻了 但就是播种 这就是播种 对不对 大人对小孩期待也是这样啊 我当然不能说你对他都比较有期待嘛 这也不合不合常理 但你要做的事情是播种 而不是这个 叫做什么 修剪 把它修剪成你要的样子 嗯 这两个是不一样 这两个是不一样 好的 而我们的教育系统 比较不走播种路线 嗯 比较走 修剪路线 嗯 这就是为什么想要跟各位介绍这两本书 来邀请各位思考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教育 比较适合我们的下一代 比较是我们培养出一个 真正独立自主 能够思考的人 他能够独立自主思考 独立求生存就比较不是问题 但不能把独立求生存放在独立思考前面 这两个颠倒过来这差很多 希望这样可以回答到你刚刚的问题 有 而且老师这个你刚刚讲 这个好像感觉弥漫 适合当结尾 是不是 那就祝各位观众 可以啊 能够珍惜自己身边的孩子 这个是我们整个社会 需要合力进行的事情 好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有机会再见啦 拜拜 拜拜